昨天晚上天灯节大元宝主灯升空不久 随即卡在树上烧毁 引起现场民众惊呼 好在消防人员把火扑灭 没有影响活动进行 虽然发生意外插曲 也有人说马年马上烧毁 象征马年越烧越旺 元宝造型天灯升空 像饺子下宫一样 在空中挤来挤去 造型相当可爱 不过最大主天灯起飞不久 居然卡在树上熊熊燃烧 引起现场惊呼连连 你的元宝起飞了 这个朋友稍微走近一下 着火的残骸顺时掉落屋顶上 继续燃烧三分多钟 好没问题没问题 别放这样没问题没问题 相关人员从底下喷出水柱 还爬上顶楼 用湿托把才完全扑灭火势 不止屋顶着火 还有民众在等待 释放元宝小天灯时 也不小心着火 原来这座高达三公尺的元宝天灯 是由国宝级灯师火名树 花了两周才完成 造型不同于传统天灯 因为形状不规则 制作难度高 释放难度也加倍 第二波释放前 主办单位赶紧找来老师傅教学 才让所有元宝顺利升空 虽然烧掉一个主灯 不过活动不受影响 大家也希望马年能越烧越旺 财运通通大吉大力 新唐亚太电视卢天长刘兹营 台湾新北市报道 最后 人机呀 斩 这 不死